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敏性批炎 顾名思义 它是由过敏灵素引起的 它是不传染的 但是好多疾病表面看起来容易误诊 它表面看起来它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 但实际上有可能表现为皮肤病 但是有传染性 比如说像眉毒 它表现为全身的一些皮疹或者局部的一些皮疹 但是它是一个严重的传染病 有些病还有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像麻疹 水痘 疯疹 这些表现为皮肤病 但是给人有些物诊 物诊为它是湿疹 疲炎 甚至过敏因素引起的 实际上它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传染病 这是物诊罢了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 及时就诊 hai 疯似 疯似 这也没有养消灭 汗 疯伙